在总统国际美国获翻全球领导立奖 他据此表示用这奖项向所有台湾人致意 共机9架次被越台海中线挑衅 美国议员提案吓阻中共 前总统马已久替中共国台办表述的九二共识背书 对此陈辉表示台湾人民不能接受 北极电董作认为美国金片法案条件有些过高 对此经济部表示将协助与美方沟通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